开发者你好,欢迎收看本次视频课程 本次视频课程是小程序云开发云函数实战 我是腾讯部导师白焕成 在这次课程中,我们来学习在云函数中去对接微信内容安全检测 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将来了解我们如何在云函数中来对接微信提供的内容安全检测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去使用内容安全检测 以及我们会了解内容安全检测的具体对接的演示 好,我们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对接内容安全呢 这是因为避免我们的小程序被用户恶意的上传反动的言论 导致你的小程序,甚至整个公司或是个人被公安机关联络 需要去做很多保证啊,甚至让你的整个业务下线 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中去接入到内容安全的接口 来去实现对用户发送的内容呢,进行一个安全的检查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演示一下在云函数中 去对接内容安全的接口 在各线小程序的官方文档中 你可以找到内容安全中的文本内容安全检测 那么稍后呢,我们就将使用这样的一个接口 来进行我们的文本内容的检测 那么它呢,需要一个access token以及对应的文本的content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ccess token的获取的命令 我们想要获取access token呢,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appid和appsecret 来去向这个地址发送请求来去获取我们的access token 和appsecret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后台中找到设置 开发设置来拿到你的appid和appsecret 如果你忘记了你的appsecret 可以点击重置,生成一个新的appsecret 接下来,我们来去进行我们的云含数的编写 我们来创建一个测试页面 我们添加一个pages,message check 添加完成后,我们将我们的编译模式切换到message check 并在这个页面中,我们来创建一个按钮 添加对应的时间绑定 删除多余的代码 我们添加我们的message check的实践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去调用cloud,call function 来去测试我们的某一段内容的是否正确 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再全入message check 并且我们这个内容可以由本地上传上去 比如说我们这个data,text 这个data呢我们可以从小程序的官方文档中去获取到 官方文档呢给了我们一段测试的代码 那么这段测试代码呢就是 还有违规内容的 那么我们复制这样的一段代码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点击按钮 就可以去发送我们的请求 当然现在呢我们并没有创建这个云含数 因此呢没有办法去请求 所以我们点击新简的JS云含数并粘贴下来 创建完成以后我们让它去安装一些依赖 稍后呢我们就来编写相关的代码 完成了基本的依赖的安装以后 我们接下来来安装gout 我们后续也将使用gout来进行我们的相关逻辑的编写 首先我们找到我们的index的json 然后使用npm install gout get-save 来安装我们的gout库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去编写我们的代码 在编写之前我们先来去复制两个地址 我们将这个地址复制一下 这个地址呢是我们的let message check url 那么它是这样的一个地址 以及我们需要拿到接口调用凭证的地址 接口调用凭证的let token ul等于这样一个值 那么稍后呢我们就去请求这个地址 我们现在gout已经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编写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引入gout require 并且我们需要将我们小程序的appid和app secret放在这里 那么此时呢我们现在我们有这些代码有两个url 以及我们这个tokenurl 这个tokenurl我们可以将其中的这个appid呢替换一下 我们拼接上我们的appid和我们的这个secret 好现在呢我们就有了具体的值 接下来我们来去获取我们的token 我们定义let token response等于avate got 我们需要请求我们的tokenurl 请求完成以后那么我们会拿到其结果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获取其token 那么token呢是在我们tokenurl tokenresponse中的body中 然后这个body呢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因此呢我们需要使用jsonprice对其进行处理 并获取其中的accesstoken 这样我们就拿到了一个accesstoken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返回回来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拿到的token 我们现在部署一下 上传部署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修改一下messagecheck.js 我们将我们的结果打印出来 我们使用console log 好现在上传完成后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请求成功以后 我们在result中拿到了我们的token 那么我们后续就可以使用这个token去请求去检测我们这个内容的安全 我们来去进行我们的安全检查 那么首先是let check response 那么它等于什么呢 avate首先我们avate got avate got将我们的message check url message check url加上我们的token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token拼接上来了 然后呢我们去设置我们的请求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的body 等于json 传递我们的具体的需要探测的 那么这个值呢是我们的content 我们在content中去获取我们在event中传递过来的参数 我们的参数呢是event text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完成请求 我们接下来将结果进行一个返回 return check response check response body 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个结果返回回去 那么我们 来现在我们将这个结果呢 云含数进行一个上传和部署 好 现在我们来去点击message check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请求成功了 在这个result中已经打印出了结果 我们可以修改一下我们的文字 或者说我们将这个修改一下 json.price 好 我们首先点击这个 我们点击message check 好吧 我们的这个结果应该是iess result 我们点击 现在我们看到它打印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内容是有风险的 我们可以替换这个 你好 我们现在呢再点一次message check 那么这次呢 它的结果就是ok 表示我们的这一段的内容呢是安全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接口 来去判断用户输入的内容是否安全 如果安全以后 你再把它录入系统中 如果不安全了 你就提醒用户不要输入反动的言论 或者是有问题的言论吧 来进行课程总结 在这节课程中 我们了解了我们如何在云含数中去实现内容的安全检测 那么一方面呢我们是为什么要去使用内容安全检测 以及我们进行了内容安全检测的接入的一个演示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